可是有人却认为 这尊马踏飞燕 叫马踏飞燕不合适 为什么 因为他认为马蹄像那个燕子太大了 天下哪有这么大的燕子 比马蹄大几倍 所以他认为这更像一只猎鹰 所以他建议这尊雕像应该叫马超飞鹰 可是我认为这观点不成立 为什么 因为持这种观点的人 一来不懂雕塑语言 二来忽略了这尊雕像的主题 我们都知道 这尊雕像的主题是要表现 这匹马奔跑的速度 对吧 脚下踏着一只飞燕 意思是这匹马的速度比燕子还快 燕子飞起来每小时达120公里 那银呢 我们知道鹰的特点是在空中翱翔 所以你说这匹马叫马超飞鹰 就无法表现这匹马奔跑速度极快的这个主题了 还有学者啊 同样根据 马提下这个飞鹰的个头太大 不像燕子 说更像什么呢 像龙雀 什么叫龙雀呢 所以龙雀啊 最早是秦人所尊奉的一个图腾 过去叫飞帘 由于速度很快 会叫风神 到了汉代呢 这飞帘那风神呢 就被称作龙雀了 可是这龙雀啊 这形象是路头两个翅膀 跟这匹奔马脚下的这个飞禽 毫无共同之处 所以这个观点不能成立 还有学者认为 说这尊雕像应该叫马身天寺 什么叫马身天寺呢 这天寺啊 就是二十八星宿之一 就是马祖神 说这个张将军啊 平日里带着骑兵 宝贵国家 恶守这个军事要塞 所以平日里呢 会遵马身 死了之后呢 用青铜雕的马身给他陪葬 这合情合理的 对吧 可是我认为 如果说他是二十八星宿之一的话 是马身的话 那又如何解释 这马蹄子底下那个飞禽呢 解释不了他们两个的关系 这个观点就不成立了 还有学者 通过对各种各样的金屋的形象进行比较 得出结论 说这马蹄底下踏的不是燕子 是金屋 应该叫马超金屋 我觉得这个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但问题的关键是 这金屋啊 它是太阳的象征 我们中国古代有太阳神话 这太阳啊 就是一个金屋 拖着太阳 然后早上起来 从东边飞到西边了 如果要称这尊雕像为马超金屋 那你如何解释 这马跟太阳的关系呢 所以这个说法也不成立 那么多了 我听说一下 就是一个冬天的 就去到西边了 但是因为我来说 就是什么